真相,国族驻快级酒店并非自愿,只因是主办方出钱并非中国族协,在近日中国体坛最火的消息,就莫过于U23国族参加印尼亚加达亚运会是没有入驻五星级酒店,只驻近档次类似于国内精品商务快捷型酒店,所以引起不少球迷的纷纷议论,但是其实这个真相,并非像球迷所想的那样。 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期间,因为没有资格参赛,所以让台媒调侃白斩机,甚至央视主持黄熙市直言解散国族,所以国族球员是成为了众矢之地。 北京时间7月27号,北京青年报透露,本次中国U23男族国家队出战,8月印尼亚加达亚运会,如今已经是到达,但这次比赛场地改为距离亚加达主赛区较远的梭里昂市斯加拉克哈鲁塔克体育场,所以国族球员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入驻五星级酒店,而是驻在档次类似于国内精品商务快捷型酒店。 这一条消息一出,不少国内球迷是纷纷拍手叫好,直言,有好成绩才住得好,国族只要拿到好成绩那就能住五星级,这个决定好,让他们好好反省,这次足协就对了,支持足协的这个做法,但其实真相是并非如此,国族球员确实住宿标准低了一个档次,但这并非是中国足协的想法, 因为据本地报道称,万龙有很多五星级酒店,但这次主办方的组委会在秉承节俭的原则之下,将参赛球队统一安排在一家这家国际快捷酒店。 原来这次全场适得按照亚远会主办方的安排,所以国族U23球员只能适合东地问,叙利亚,伊拉克一起住在这个快捷档次的酒店,并非是中国足协想让国足球员反省。 值得一说的是,中国足协副主席李寓一在世界背后表示,我们为俱乐部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多去谈赞助企业,希望中超收入在2018年提高26%,一直以来,国足球员场下都是豪车洋宅美女, 而出战的时候,都是基本做专机住豪华酒店,这都是足协出钱的,所以这次因为是主办方要求才变得如此之差,套用国足民宿豪海东的一句话,我们有钱,就是看不上招待所。